水车管线接上再生水水厂准备运回厂区 高雄地区工业用水每日需求量高达20万吨 随着全台焊向越来越严峻 现在部分工厂已经开始使用再生水 障碍水回收率的话是65% 那我们每天供给中刚的一个再生水量的话 是在43000到45000之间 因应水情紧崩 高雄五座污水处理厂 每天提供1.7万吨回收水 作为像浇花等民生刺激用水使用 凤山再生水厂每天也会有五六十台 政府或民间洒水车来载运抽取超过 1000吨的再生水 我们还有放流水 会来供给水车的一个医治阳城 跟那个露宿的一个浇灌 那另外我们还会有部分的水 是补充到上游的实力公园 我们这边的话针对单一产业的一个供水的话 是不无小补啦 至少可以解决部分的一个那个缺水的一个问题 不过也提醒再生水厂的水资源 不提供民生用水使用 另外水利署也计划在2025年前 将全台再生水厂数量增加到11座 每天就可增加约29.9万吨再生水 确保日后缺水危机再度上演 台湾也能够做好更完善的准备 欢迎新闻林维凯渝的请林嘉倩高雄报道